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进入库存异动 今天有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呢 一个是库存异动 库存异动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介入介出 介入介出之前有一个叫转波 转播 转播单的建立作业 那时间可以的话呢 我们有介入介出 然后介出 还有介入介出的规环 介入介出它有规环 介入单介出单 或者介入规环单 介入规环单 这些 大概我们剩下这几个作业 我们先从库存异动 转播这两个部分先做一个单元 那后面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单元 我们先看一下 我把荧幕转过去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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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记得 记得这里面所谈的部分呢 通通通是库存系统 通通是库存系统 所以呢 先进入库存系统里面 你们看五支85页叫库存异动 你要先了解为什么叫异动 好 异动一定在日常异动处理这里面 那有一个叫做库存异动单据的建立作业 课本上告诉你五支85页叫做什么呢 如果生产销售采购以外 在存货里面有异动的通通叫做库存异动单 我们举个例说 举个例说 在五支86页 五支86有一个例子 看一下左上角 他说如果客户反映我们的数位相机 里面有一个型号叫大众型的 评号是41002 他说有一些小问题 那这小问题呢 研发的工程师说 那我就领一台来做实验 好领一台做实验 他就是我们讲的库存的异动 他没有买卖问题 没有库存这个 他可能会损失掉了 可能会损失掉 因为你做实验以后 整个做一个检测等等 如果组装出来有问题 可能就损失掉了 他是一个异动 那我们看看 进入异动单据以后呢 这里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找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异动 异动在哪里 库存 在这里 维护啦 或者异动在这里建立作业 或者这边异动的建立作业在这里 好我们单据是成这个样子 记得一定是新增 新增以后呢 单别有几种 好这里我要说明 课本上没说明 你看这里有几种异动 有其他出库单 其他入库单 配销费用领 配销费用退 然后呢 配销盘损盘盈损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用这个为例说明 CEE3呢 如果你在盘点过程中 发现库存有问题 那你必须要在这里做移动 要不然你这样会有问题啊 当然你会在里面说明 是什么原因可能掉了一个两个 或怎么样 那你会在盘存 盘存叫做盘盈 盈是增加嘛 损是减少嘛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不是做这个 我们的例子说 工程师要领一个出来 那在哪里 在这里 111 他把领出来用嘛 所以配销费用领 我们打勾以后呢 出来资料了 就是建立一个移动单 那这个移动单看清楚了 有几个问 几个必须要做的 黄颜色这是什么 制造厂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能要移动 部门一定要有 将来你能够追查 那如果刚刚讲说是研发部 就是7000 研发部 我把它输入7000 那里面呢 键数如果说是领出来是一键 你直接在上面打一键 或者说 在这个地方 单身的地方做一个评号 评号是什么 你按照课本所提的就是 41002嘛 我们用选的或用输入的都可以 41002是这个 我们确认 它就带进来了 带进来以后 要注意到一件事 你带进来以后 你要看清楚 这后面有一些资料要输入的 譬如说 单位数量 这是一个 一键 一键 然后单位是一个 成本 这里有了 直接把原来的品号 建立作业里面 原来建立的把它带出来了 很重要 这有一个库别 有没有看到 库别呢 一定要对 库别不对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等一下后面都会有库别问题 你看一看 它库别有多少 有003 004 005 006 007 009 对不对 这个通通都是所有的 所谓的存货仓 还有只有一个 报废的话就是非存货仓 P005是报废用的 0304 06 07 09 它有它的功能在 下一个单元 我们会做到借入借出 就会有暂存仓 所以我们要选对 因为它是成品 所以003 这没有问题 再往下看 我们要看一下 它有哪一些部分 譬如说有效日期等等 你要输入也可以 不输入也可以 因为它是白色 对不对 好 如果你这样完成以后 你就打勾 另外还可以了解是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 它到底有多少个可以领 你在这里可以用串查 现有库存量有多少 你可以直接查出来 还有1377个 好 取消 那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部分 都完成了 对不对 那同时考试也可能会考的 不容易背的部分 库存 假设我这里 库存的过程中 我要输入品号的时候 你看这里 黄颜色有 F2 F3 F4 F3 11 11 F2是什么呢 品号查询 我做一次给你看 如果你直接打 直接按F2 它会出现 所有的品号都出现 如果你是按F3 它会出现什么 主要成品是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 它是用料查询的 那你如果你不是那么清楚 可能你就没办法查到了 因为它是什么样 主要的成品 譬如说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照相机 整个照相机 数位相机 当然你可能找得到 你打开这个 或大家看就知道 这里有一个可以查 数位相机 对不对 你可以找到它 这个 那同样我可以找到它 那数量是一个 好 这样做输入以后 它会把它带进来 整个会带进来 它会把它带进来 我刚刚有点乱掉 好 那我现在呢 如果说 这个整个带进来 是把所有的东西带进来 对不对 这因为它 你看课本上叫做 整整件整套的组件展开 通通在这里 然后你去选它 对不对 好 那我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现在不是要整件 我们再回来 刚刚讲 刚刚的做法 我新增 我加一个 111 然后呢 我把 部门代号 输入7000 再来评号 运输方式 或者 这个你可以选 譬如说这里面选 我自己去拿 自取 自己去拿 等等 那我现在 我现在再把 刚刚做法 如果还有一个是F4 对不对 可以用自令单 这是在制造系统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三个系统吗 配销财务跟什么 升管嘛 升管系统里面 我现在会用自令的方式做 那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这样做法 我们就直接用 加一个 然后 F2的方式去查 查好以后呢 41001 001啊 002 001嘛 002 4105 这个 好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是一个 一键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注意这里 这里有一个 成品 成品仓 对不对 成品仓 要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这个不对的话呢 那就错了 那就会领不到东西了 好 我们整个 储存以后呢 记得它的动作很简单 一定是 那个单号2012 今天是12 12001嘛 一定是这样子 单号的做法 考试会考哦 记得吧 如果年月编码就是 2012 02 或者12 现在12嘛 再001 总共几码 2012 4码 12就6码 再加3码 9码 好研发部通通有了 然后记得要确认 确认就完成了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 如果这样情形之下 库存会怎样 多还是少 会少哦 因为它临走楼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异动的数量多少 可以在哪里看到 课本的五十八十七页 有一个库存管理的报表列印 好 在这里 好 报表列印里面呢 库存异动统计表 对不对 那当然 如果你要异动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还有可以哪里呢 因为 如果你要更细 会更快找到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部门别 那会更细嘛 很快就找到 如果你是库存的话 很多对不对 那你用部门 直接把部门打进去 选择部门 就是 不是 这个是 配销领用1 然后部门别 部门别在这里 直接选 直接选 比较快 701 好 那我们可以即时看到报表 好 结果它移动数量是-2 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有 我们有已经 已经有做了一次 所以它是-2的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 再做练习好不好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转播 转播单 什么叫转播 有某一个库存 转到另外一个库存 那我们的课本呢 是在五支八十八页 看一下 要注意它是怎样 它一定要相同性质的库存 库别才能够转的 不同是不能转的 一样我们回来在 异动这里面有一个转播单 日常异动有一个转播单 转播单 可以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日常异动有一个转播 转播在哪 转播在这里 第二个 好 我们直接再自己建立 建立以后呢 出来一个单别 这一定是同样的做法 新增 然后呢 转播单别只有一项可以选 叫做C121 叫做配销转播单 进来以后注意到 转出的场别代号很重要 我们用这个 同样用这个案例来看 它这里面转出 课本的转出是说 由二场转出去的 不是一场 我们来选择二场 假设二场在这里 TY00 这是二场 这是二场 好 部门呢 部门是业务部门要转出去的 业务部门转出去 注意一下 转播的话是指说 不是对外 是对内 你的仓库 假设台北的仓库 数量比较多 桃园仓库数量比较少 我从台北转到桃园去 这种方式叫转播 那介入介出是对场外的 这是在场内自己的公司里面的 好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就开始要把 我知道是制造二场 如果课本的范例说 在一场里面呢 制造一场里面呢 它的三脚价比较少 那二场比较多 所以我这里转出是转二场 要转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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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转些什么东西 我们就进入这里面来 同样我可以用F2查询 三脚价呢 是它的代号是990001 是这个 我们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 要注意到 转播的数量 在这里 转播的数量 假设我们现在要转多少 照课本说我要转12个出去 转12件出去 注意12件最重要在这里 转出的是哪一个库 转出刚刚讲说是什么 是制造二场 对不对 制造二场 制造二场呢 而且这种东西是零件还是成品 它是成品 对不对 所以是Y003没有问题 课本上也告诉你说转出场是003 你就一定要选择它 然后它会把它带出来叫成品仓2 那转入呢 要转对 如果转错的话就麻烦了 转入的话呢 是在成品仓 成品仓转成品仓哦 所以P003存货仓 有没有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转进去以后呢 这后面你再检查一下 大致上哦 这些位置 比如说有效日期啦 你要填不填都可以 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作业嘛 那如果这样完成以后呢 我们转播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还有这里面也可以查询 比如说品号如果有问题的话 或者现有库存量多少都可以查 一样的 我储存 储存完以后呢 把它取消再把它找出来 201212001 单号找出来 好 这里面就有转播了 然后呢 一样我们要确认 就完成了 对不对 好 那一个问题哦 一个问题 转播以后呢 你看哦 我们考试会有一个问题哦 转出的是制造二厂 对不对 转入的呢 是制造一厂 对不对 记得吧 这里面有 好 那我请问一下 公司内部的总库存量会不会变 那如果说 他问你是制造一厂的库存量会不会变 会不会 转出的会减少嘛 转入会增加嘛 好 这个题目是跟那个以往的题目不一样 他如果问你是总库存量当然都不变哦 他问你转出的呢 当然会减少 转入就会增加了 好 到目前为止呢 我把这个转播还有库存异动讲完了 你们可以做一个练习 你们可以做练习 练习在哪呢 在五支八十六月有一个练习 你可以把你们之前所建立的产品A 忘记A后面是什么名字我不管了 A把它借一个出来 来做一个研究 那研究的话呢 就会在库存异动去做的 那如果转播是你们自己可以到课本立题去做一个练习 是从某一个成品仓转到某一个成品仓 所以在五支九十月它的考试重点里面有提到说 非存货仓相互 存货仓跟非存货仓是不得相互的这个转播的哦 一定要相同性质才可以 好 那我把这地方告一个段落 我把资料转回去给你们了 你们可以做一个练习 顺便也休息一下 好